AudioJungle AudioJungle 美国当地时间4月3日,一个慵懒、反应迟钝,且容易犯错的午后,72岁的特朗普再次挑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美方公布了301调查的建议征税清单, 涵盖大约1300项,总值约500亿美元,值得注意的是,除了之前预料的信息和通信技术、机器人和机械制造、航空航天等领域,美方还增加了人造关节、吸补器等医疗设备在内的数十种关键产品。 海外探客认为,白宫在受到严正警告的情况下,依然坚持扩大打击面,把炮口对准高科技产业,完全是不撞南墙不回头,不到黄河不死心。 特朗普的一意孤行和倒行逆施,害苦了美国人,很多美国人已经胆战心惊,害怕另一只靴子的落地,不过来而不枉非离也,披向单边主义和霸权思维的雷很快就到了,用12个字就可以总结,同等力度,同等规模,对等措施。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决定反击后,美国就开始受内伤,一、美股在4月2日创下自1929年,至1933年大萧条时期以来最差的4月开局,2018年的全部涨幅就这么蒸发,科技股暴跌,华尔街弥漫着悲观的避险情绪,对特朗普的不满也与日俱增。 在白宫的英明决策指引下,美国持续9年的牛市,或将在特朗普手里终结,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,资本集团的反应力度或出乎意料,二关税减让义务终止。 美国的七类一、二十八项商品含水果、猪肉及其制品,因白宫的鲁莽与愚蠢而受到殃及,看到美国肉类生产者和水果商已经中担, 美国的农场主组织也惊慌失措,种植大豆的农民在特朗普经常看的电视台打戏广告,劝说白宫及时悬崖勒马。 三、美国人最怕的,也是最具破坏性的报复措施,就是美国在华经济利益遭受重创,打蛇打七寸,精准摧毁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票仓, 就是大国握在手中的筹码之一,不进口美国大豆,高兴的是巴西人,不使用苹果产品,高兴的是在性能上并不差的国产品牌, 不买波音飞机,我们正好为国产大飞机腾出市场空间,不买美国车,我们正好推广国产新能源汽车, 这么一来,特朗普发出的冲击波,就会反弹回去,达到自己,据统计,美国企业的子公司,一年在华生产销售2000多亿美元的产品, 这些都将成为毫无抵抗力的标达,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第一消费市场,总规模正在超越美国,谁依赖谁还不一定, 从表面上看,虽然贸易顺差约3000亿美元,但实际上里面包含很多美国企业在华生产又出口回美国的部分, 譬如通用汽车和苹果公司在华销量已经超过美国本土,只是因为账算到了子公司头上, 所以被误寄到所谓的顺差里,以更科学的双边总销售额来看,2015年的顺差,仅仅只有300亿美元, 特朗普却粗鲁的要求东亚大国减少1000亿美元顺差,里外里还想占700亿美元的便宜, 难道是白宫不清楚? 泰克认为,特朗普明明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,进行战略讹诈, 与美国人的胆战心惊相比,东亚大国的相关从业者,显得淡定血从容, 企业家们明智的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,化解冲击波,积极寻找新的机会, 发现新的消费人群,开拓新的市场,光浮面版产业就瞄准了中东、非洲、东南亚和日本, 在新兴市场发力,抵消美国的负面影响, 特朗普网顾40年互利供赢的交情,网顾两国从业者和美国消费者的,